有一位师兄的父亲生前昧雪佛 过世不久之后告诉这位师兄 因为自己没有皈依症 所以不能进入比较好的地方 现在投胎当畜生 并且要求师兄在他投胎畜生后 要帮助他皈依 以后才能去好地方 请问老法子 皈依症是否像通行镇 通关的密语 即使生前没修佛 有了皈依症 只能投胜到善出 这个有道理 这什么道理呢 稀奇 他有这个知处 你满足他这个要求 他真起作用 他有这个知处 六道众生 在六道里面的轮回 完全是知识 没有知识 六道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很多 分别妄想是四圣法界 分别妄想没有了 四圣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他有这个知识地说 那我们就随便满足他 这样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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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